好那IP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组成 各位一般常见都是 以四个数字组成对不对 那数字最小是0 最大是255 所以每一个数字呢 都是八个位元 八个位元 那它可以确保什么资料 从这个A端 送到B端呢 是正确的 因为这两端 这个A跟B呢 都要有一组IP 这样资料才能够传送 好那这个IP呢 它是独一无二的 它不会说两个IP 同一个IP对应到不同主机 这是不会的 那这样才确保资料是正确 送到接收端这边 那通常呢 是以二进制表示啦 但是给人看的时候 它是转换成十进制 那它用据点隔开 总共有四个数字 好可是呢 各位会发现 如果叫你记这个数字呢 其实不太容易记 为什么 因为你要老是记一组数字 除非你每天念 不然大概很难记得住 所以呢就出现一种叫Domain Name 用英文字所组成 那当然现在也有中文的网域名 Domain Name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例子是 CSI.Asia.ED.TW 从这边各位可以 从后面解读回来 最后面呢是TW 那你就知道它是在台湾 然后.edu呢是什么Education 所以在台湾的教育相关的单位 然后Asia就是亚洲大学 那CSIE就是资讯工程学系 所以用这样的阶层关系呢 形成网域名 相对来讲是比较好记一点 因为它有意义 所以它比较容易记 所以像这种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网域名呢是UIL 那记这个网域名 那比较好记 可是数字呢就很难记住 好可是网域名跟IP 其实我们资料传送最后还是IP 它不是透过网域名 那我资料传输怎么样去做转换呢 它就有一个设备叫做 网域名称伺服器 就是我们讲的DNS 好所以各位如果说 你突然发现 有一天呢你要上网的时候 你打网址 打Domain Name呢 始终呢都连不到网页 连不到网页 你曾经知道说 那个站台的IP 数字是多少 你打数字网页可以正常显示 那这个代表什么 你设定的DNS伺服器呢 停止服务 不管是损坏呢 或者是停机 总之它没办法服务 所以造成你这个在浏览网页的时候是无效的 透过网域名的方式去连的时候连不到 透过IP却可以连得到 这代表什么 DNS坏掉 那你只要把DNS呢改变 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 好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边的一个示意图 那各位可以透过这边 可以看到这个 也像一道墙 这个就是我们长脚的防火墙 那上面呢 这个看起来像云的 这个就是internet 好那进来之后呢 你就会形成 透过防火墙之后 就会有个驱网 那驱网里面 因为我们需要的电脑很多 可是事实上 IP的数量是有限的 不可能无限的发 我们要让这些广大的主机呢 都可以上网 那我们就需要有个 叫做虚拟IP的部分 实体IP呢 是为了让网路上的其他主机 可以看得到它 可以传送到它 那虚拟IP的部分呢 是它可以上网 但是呢 它并不需要让外界的人可以 直接连到这边来讲 所以呢 好 实体IP跟虚拟IP的差别 在于实体IP呢 它在网路上是可以被落停的 就是它可以被查得到的 那它必须要向ISP去申请 或者是购买 那像在学校的部分呢 是跟学校申请 那学校也不是平白取得 它也是要跟 国家教育部 或者是去跟这个ISP乘租 所以它是 还是要花费的 好 那虚拟IP的部分呢 它是不能被网路上 其他的地方所落停到 那它的这个IP呢 是有一定的 它是有特定的IP群组呢 让它可以做到虚拟化 那虚拟IP的好处是 我的实体IP有限 所以我可以透过 虚拟IP的部分 来针对内网呢 形成一个更多机器呢 大家都可以上网的一个目的 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这个 实体IP跟虚拟IP的部分哦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实体IP里面的 网路等级 好 那IP呢 它每个位元都有它的意思哦 所以 它可以拿来做分级 好 那 第一个位元呢 被定义成是那个IP的所属网路等级 好 那IP V4呢 不是无限的哦 因为它 呃 各位想象一下嘛 它有四组数字 每个数字呢 都是八个位元 所以它有二的三十二次方 这么多种 但是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设备非常多 不是只有电脑而已 我们还有笔电 还有手机 还有IoT设备 都需要网路 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说 IP其实是不够用的 好 好那不够用的话怎么办呢 就会出现IPv6 来取代 所以 未来呢 各位 会发现 IPv6 逐渐的会把IPv4呢 把它取代掉 因为 IPv6的这个定值范围更广 好那这边有一个名词是直网路啦 直网路就是在一个网路里面 再切成其他的 一小部分的网路 我们称之为直网路 好那透过网路遮造的这个功能呢 可以很快 让这个 我们的 网路设备 决定资料是要往外递送呢 还是其实是在区网内直接 互转就好了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它的一个 网路遮造的一个好处 以确认呢 这个加快啦 以加快 资料的传送 另外一个专有名词是通用资源定位器 Ul就是我们这个一般来讲的网址 网址 所以我们用刚刚讲到的这个 Domain Name 网运名的话 可以来知道说你要怎么样去把资料做传送 所以它的好处呢 是比较容易计啦 那透过DNS可以达到转移IP跟Domain Name的一个效果 接下来呢 各位看一下这个示意图 那 第一个位缘呢 我们称之为A级网路啦 我们这边总有ABCDE 整个IPv4有分这五种 五个等级 那 各位呢 其实只要注意3 C级 是我们平常比较常遇到的 那这三个分别 它的使用规模在哪边 各位可以看一下右下角 如果呢 公司去 注册一个A级网路 它总共可以提供 1677万台主机 1677万台主机可以上网 那 像这个大型企业啊 或研究机构啊 它的网段可以有128个 非常非常大 那 除非你是真的 有需要 不然这个应该是要花不少钱 那一般中型企业来讲 它 这个用B级网路 B级网路的话 各位可以看一下示意图 B级网路里面网路编号可以有14个 14个位元 那主机的 号码可以 主机号码代表说 每一个网段 我们这个网路号码称之为网段 每一个网段有多少台主机 那16位元就代表2的16次方 那大概是有65534左右的 因为为什么会变成65534呢 因为 如果各位去算2的16次方 是这个6536 那第0号 就是最前面跟最后面的 是保留下有其他有特定用途的 所以要扣掉两个 所以是65534个 好那一般的小 小企业 小型企业或者是这个网路提供商呢 那基本上会去注册到 C级网路 也是一般我们比较常碰到的 比如说你在校园内 你会发现有很多主机的 前面开头 IP是一样的 就是数字是一样的 只有后面最后一个位数呢 是不一样的 那你就知道它是属于C级网路 那这个C级网路的部分呢 那这个网路的部分 它可以 网段呢 可以有2的21次方 这么多个网段 那每个网段呢 就是8个位元 那2的8次方是256个 所以你透过两个 特定的这个用途的 IP 那你会有254个IP可以提供 第一跟一级呢 它有它的作用 比如说 一级呢 是被保留下来做研究用途的 那第一级的部分呢 是拿来做这个群播的用 用途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IPv4 它有2的32次方这么多 你把它切一切之后呢 因为它有2的32次方 所以从全0到全1 总共有22的32次方这么多种变化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 网路的部分呢 它会切成两段 你把它四个数字拿来切 可以切成两段 前面的部分 前半段呢是属于什么 前面的部分是属于Net ID 就是网路号码 那后面呢是属于主机号码 所以每一个网路 每一个网域号码之后 你的这个到底可以管多少台主机 就看你的主机号码总共有几个位元 这边呢要注意一下就是host的ID 就是这个主机的ID呢是不可能 是不可以重复的 你不可能两个IP 不同的IP对应到同一个Mac 这是不对的 好那在二进制的表示底下呢 全部0 代表整个网段 那全部1呢代表说广播 所以各位刚刚有看到 为什么我们2的8次方明明有这个 256个 但事实上它可用的只有254个 原因就是全0跟全1呢 一个是用来表示整个全部的网段 那另外一个呢是用来广播 所以这两个就会被占掉了 事实上可用的就只有254个 好那IP的这个组成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边 那它有分ABCD级 我们刚刚已经介绍过了 所以各位可以参考这边 来看一下它的分段 那你前面是多少分别代表什么 有兴趣的呢可以了解一下 好那PublicIP呢 那它是由这个有个组织所规划的 那你要有拿到这种IP呢 才可以上网 那所以各位要知道 IP是全球控管的 固定就这些 所以你要使用就是要申请 很多时候是要跟这个ISP去乘租 好那私有的IP呢是没办法做来 我们讲的虚拟IP 然后Private就是我们讲的虚拟IP 那虚拟IP呢只能在内部网路传送 那它可以透过一个设备叫DHCP 可以透过DHCP 去提供一个虚拟IP的网段 好那使用虚拟IP 来做这个来源或目的的风暴呢 没办法透过Internet来传送 所以呢 我如果要从这个虚拟IP的主机 发资料到外面去的话 透过实体IP出去呢 它会带实体IP的资料出去 那这个实体IP呢 可以绕送 所以当外面的资料回传回来的时候 这台主机呢 它收到它会再去辨识 它要转给哪一台虚拟机 所以这个就是虚拟IP的使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虚拟IP 有哪一些网段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虚拟IP 有可能是10开头 10.0.多少 一直到10.25.25 这些都是可以拿来用的 所以各位如果看到是10开头的IP 它应该就是属于什么虚拟IP 所以那只能在内网里面用 你不要告诉人家说 我架了一个网站 那它的IP是10开头的 那你在校外或其他地方的人 其实是看不到你的网页 因为没有人认得 就是在你组织之外 没有人认得这个网站 因为它是属于虚拟IP 或者呢你的开头是172开头的 也是属于虚拟IP 另外一个呢是192.168 这个也是属于虚拟IP的部分 那另外有个比较特别的IP呢 是127.0.0.1 那这是一个loop 那内部回圈的部分 所以你要拿来测试自我主机的时候 那假设你没有网卡 可是你用这个IP 你照样还是可以回撤 为什么 因为它这就是预设的这个特殊IP 只要看到IP是127.0.0.1 就知道是本身主机 好那再来就是 这个IP的取得啦 你一方面呢 你怎么样呢可以取得IP 你可以自己设定 那另外一个是你接上网路之后 由这个DHCP Server配发给你 那另外一种就是你在家里 你可能要透过播接上网 那比较传统的方式 是用这个数据机播接上网 那以目前来讲 很多光丝带或者是这个ADSL 它也是要播接 只是它都自动化 帮你把资料带出去 所以它还是播接上网的 好那直网路遮罩的部分 好直网路遮罩跟CID DR 我们来看一下 192.168.0.0 跟192.168.0.25 以这个网域为主 然后呢 我们的NetID是不用变的 因为它就是这个网段里面的资料 所以这些IP出去的这个网 这个NetID是长一样的 好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用这个 用NetID所占据的地方把它设定成1 那剩下是0 就代表可以变动的地方 好如果转换成这个实境字的话 就会变成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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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所以各位可以发现 这个网段里面 这个网域里面 192.168.0 这个前面这三个数字呢 是固定不变的 唯一可以变的是后面那 最后的那个数字 所以它有2的8四方 所以前面的那个部分呢 就会变成你的网域 你的网域的遮罩就是25525250 这样知道吗 这是网织网路遮罩 好所以如果说 你去跟这个ISP注册了一个网段 可是到公司内的时候 公司又因为部门或是因为需求 需要再把它细分 那你就可以再把 比如说最后面8个位元的 第一个这个位元呢 把它固定起来 那就是再把它切成两个网段了 因为0是一个 1是一个 所以就再切成另外一个网段 然后呢 如果说你必须要再切四个网段 就是最前面两个 再把它变成固定的 比如说00是一组 01是一组 10是一组 11是一组 这样就变成四个直 四个直网路 对不对 这样就变成四个直网路 只是每一个直网路里面的IP数 会因为你前面定义的网 直网段越多的话 那可以管的IP数就会降 就减少 所以这个部分呢 基本上还是要看你的需求 公司内部的 主机的用量 跟这个网卡需求的这个用量 那IPv4的概念 介绍到差不多 我们来讲一下IPv6 好IPv6呢 是因为IPv4 已经用的差不多了 快没有了 那就定义了新的 IPv6 那IPv6呢 不是说 我从四个数字变成六个数字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它是IPv4 是第六版的意思 好 那 IPv6呢 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它跟IPv4不一样 所以它没办法跟IPv4互通 好 所以我们现在的网卡 基本上 你去使用的时候 你会发现 现在很多都已经有 IPv6跟IPv4 并行 等到所有的IP 等到所有的网卡上面 IPv4跟IPv6 都普遍存在了 好 那IPv4呢 就會退一 好 所以在这边呢 如果你的 这个电脑的 网卡 或者设备呢 它只有IPv4 那IPv6 当然就联络不到它 所以 这边呢 各位要特别注意 这两个 IPv6跟IPv4 是不通的 好 那 IPv4呢 是32格未远的长度 所以它可以定义 你的这个 变化有2的32次方格 换算完是42亿个 这么多 假设你每一个 都把它拿来当做 网路设备的这个网址的话 最多只能有42亿个 那在需求上 很快就会不够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 可能有很多设备 每个设备呢 都需要上网 那它的消耗量 其实是蛮大的 好 好那 所以为了解决 IP不够用的问题呢 IPv6 IPv6呢 它的定值 格式呢 是用128个未远的长度 所以它有2的128次方格 的这么多变化 好 那它所能够提供的IP位置呢 远远的超过IPv4 比IPv4多很多 所以有人预估啦 它可以让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都可以分到 每一个人 都可以分到100万个IP 所以这样子明显呢 它的这个 IP数呢 是很够用的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右边的比较 在安全性上面 IPv4呢 它 这个 IPsec IP security 它是没有开启的 那 IPv6呢 它是预设就已经开启了 在传送品质的极致下呢 IPv4预设是不支援 那在这个IPv6的部分呢 它是有支援的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位置的表示方式 IP的表示方式 在IPv4的时候 各位可以看到的是四个数字 四个数字 但是在IPv6的时候不一样 它有123456 它有好几个数字 而且它的数字呢 用的是什么 16进制在表示它 所以它的长度 总共是有128次方这么多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IPv6呢 刚刚已经提到 它是128个位远这么多 那怎么样去表示它呢 它是由八组数字所组成 那每一组呢 有四个字圆 那这四个字圆呢 它是由16进制的表示法来表示 那区隔这个不同的资料呢 是用冒号所做切割 那在IPv4的时候 它是用句点对不对 那IPv6的话 它是用冒号 所以这边有个Sample 各位可以看一下 1079 这不是10进制 这是16进制 然后冒号第二段是0vd3 0vd3 然后再冒号以此可以推 这就是它的一个IPv6 那从这边可以 各位可以发现 IPv6比IPv4更难记 因为它的这个 加入了英文之后 长度变得更长 其实不太可能记得住 因为它表示法太长了 所以它有一些省略的规则 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第一个规则呢 每一组数字的第一个 如果是0的话 像这个0vd3 0vd3的话 那0就可以取消 就变成什么vd3 这样可以省略 不用写那么长 那如果整组都是0呢 比如说 1079 0000 它就可以变成一个0 就好了 不用写总共四个0 不需要 好 所以这边0vd8 这样子 那如果是0000 你就变0 那另外一个规则呢 是出现 连续的0 可以省略成冒号冒号 就直接不见 因为你就知道 中间就是全部 都是0 就四个0 好那如果连续 像这个有16个0 怎么办 它可以省略成冒号 中间是1234 最后一个变成0 那也可以变成 冒号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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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说起 也可以 或者是什么 冒号0 冒号 然后连续两个冒号 再一个0 再冒号 或者直接冒号中间全部省略 也可以 所以它其实有蛮蛮有弹性的 好 所以你要用 连续两个冒号呢 它的 这个前提是 它的 连续的0数量很多 这时候才可以用 两个冒号 那为了要避免 让人家搞不清楚 所以 连续两个冒号呢 在每一个IP里面 最多只能出现一次 所以你不能说 一个IP里面 连续冒号出现两个 这是不对的 所以只能 这个 连续两个冒号存在呢 只能出现一次 这个IP里面